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六节课,使用Knockout自定义组件,避免重复造轮子。 在学习本节课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家庭作业。 我们上节课的家庭作业是,在点击按钮次数到达20的时候,提示用户您点击的次数过多,并隐藏上面显示点击次数的这块区域。 我们要达到这个效果,可以考虑下面的这个思路。 点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判断当前的点击次数。 如果当前的点击次数大于等于20,则隐藏显示点击次数的HTML元素,并提示用户点击次数过多。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在点击次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来判断当前的这个CorrectIndex参数。 IfCorrectIndex大于等于20,提示您点击的次数过多。 获取B标签,为B标签设置一个ID。ID是CounterView,设置为隐藏。 Retain一个False。 下面的则不执行。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我们开始点击。 当点击到达20的时候,您点击的次数过多的提示显示出来。 然后隐藏上面的点击次数。 很多时候,解决同一个问题可以有许多种办法。 尤其在你掌握了很多种工具之后。 那这时候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要完成相同的效果,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或者说应该是更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们在点击次数大于等于20的时候,需要隐藏这边的B标签。 而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DataBind的后面增加一个Visible的绑定。 当定义的CorectIndex大于等于20的时候。 B标签则不显示。 也就是说它小于20的时候,是处于Visible的状态。 那我们保存代码,将JS当中隐藏这个B标签的代码注释掉。 我们保存代码,回到页面,刷新,点击按钮。 迅速点击到20。 好,我们看到,在点击次数达到20的时候,提示您点击的次数过多显示出来。 显示点击次数的HTML元素也被隐藏掉了。 同样的效果也就达到了。 好,我们上一节课的家庭作业回顾就到这里。 好,我们进入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我们本节课是教大家使用Knockout自定义组件,避免重复造轮子。 这里我们先来提出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经常碰到的需求。 一个常见的社交功能组件。 这个组件的功能其实非常简单。 它主要是由一个文本输入框,加一个提交按钮, 以及一个显示提交过内容的列表所组成。 这样子的社交功能组件在一般的社交网站里面是非常多的。 而如果我们每一个这样的功能都需要重新去写代码的话, 对于我们开发工作负担是比较重的。 开发软件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重用率。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使用Knockout去自定义这个组件。 在开始自定义这个组件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功能组件的HTML的结构是哪些。 我们来到大马界面,我们来将这个组件的HTML的结构先把它写出来。 首先是一个input的文本框。 input type为text。 在文本框后面是一个button按钮。 id为send发送。 这两个HTML元素下面有一个列表。 定义一个UAL的HTML元素。 其中有UAL显示已经发送过的内容。 我们写一些文本,做例子。 文本内容1,文本内容2,再复制一行。 文本内容3。 好,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我们发现这个时候按钮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需要在button当中写入一个按发送。 保存。 好,我们这个组件,它的HTML结构其实就这么简单。 一个文本框,用来用户输入它的发言内容。 点击发送,将发言内容显示在历史发送的这个列表当中。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本节课的核心内容。 用knockout去开发一个自定义的组件。 knockout当中,自定义组件的定义。 首先使用KO这些关键字。 接下来,关键字。 components。 register。 从字面上就很容易理解。 KO是knockout的关键字。 components,组件,register这个方法,注册。 register当中,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这个组件的名字。 我们为这个组件定义message and list发言和列表。 另外一个是一个json对象。 这个json对象当中,最关键的两个属性。 第一个viewmodel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template是一个字符串。 顾名思义,这个viewmodel其实就是我们自定义组件的viewmodel。 我们可以在这个viewmodel当中,定义属性,以及各种各样的方法。 template,字面意思也很容易理解。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自定义组件的html元素所拼成的字符串。 也就是说,它里面决定了我们这个自定义组件呈现出来的html的骨架是什么样子。 好,我们开始在viewmodel当中定义一些属性跟方法。 首先,我们将定义一个self的变量,将this复制给self。 然后,定义一个account,observable。 默认值为Tom,也就是发言人的账号。 其次,是我们的message text,也就是文本框的内容。 默认值为空字符串。 send,发送文本这个方法。 方法体的内容,我们稍后再补充。 message list,是我们历史发送数据的一个数组。 所以我们这边需要使用koobservable array。 默认为空的数组。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填充send方法的内容。 send方法,其实逻辑很简单。 将用户在input当中输入的文本, 添加到message list这个数组当中去。 添加完毕之后,将input当中的这个值清空。 首先,message list这个数组当中的内容。 首先,message list,push。 push。 push。 这里,我们需要提醒一下,用户发送的内容可以用一个key value的形式将它填充进来。 message list,也就是用户输入的文本。 这里,message是self.message text的值。 注意,这里是一个方法,而并不能直接写message text。 account,也就是当前这个self绑定的account这个编量。 是用户的账号。 添加完毕之后,self.message text这个编量需要清空。 这样,我们viewmodel的内容就已经绑定好了。 接下来,我们先在html的结构里面,将我们在message and list viewmodel当中定义的这些属性跟方法绑定进来。 下面,我们这里需要则交出的'. 给大家看。 即将每个单位,已有策略 comment。 这个方法 UAL 也就是历史发送文本 需要使用一个循环 for each 的绑定 Message List 这里我们由于要显示 发送人的账号 所以我们在这边 LRI当中 新加两个HTML的标签 文本内容用P标签把它包起来 后面使用B标签 显示发送者的账号 Databind HTML Account 文本内容 Databind Message 将余下的LRI删除 我们将这一串HTML的内容 Codeout Template 这个方法当中 将它整合成一个字符串 保存 将上面的HTML的代码删除 这里我们还需要添加一个 KO.ply Bendings 这个方法 好我们保存代码 到这里呢 我们的Message and List 这个组件 其实已经定义好了 定义好的组件 我们接下来就要绑定这个组件 我们写一个 DIV的HTML标签 绑定的语法开头 依然是Databind 接下来 写入 Component 然后要写入 我们定义的这个Message and List 组件的名字 这里有一个注意点 不能直接写Message and List 需要把它以字符串的形式写入 Message and List 好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 我们输入一个内容 比如说 Hello World 点击发送 我们看到 发送的HelloWorld的内容 已经在这里 下面是 这个Account的名字 再发送一条 Hey 点击发送 我们看到下一条记录 也已经产生了 这个List当中 已经有了两条数据 这里呢 我们再定义一个 复制这一串HTML代码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去绑定这个组件 Component后面 是一个 Key Value的对象 Name 其中输入一个字符串 Message and List 这个名字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 我们发现 已经有两条 发送内容的组件了 第一条 我们写入 Hello World 点击发送 第二条 我们写入 Hey Tom 点击发送 我们看到 这两个组件 已经都定义好 而且都可以正常运行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本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回顾了 上节课的家庭作业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 常见的社交功能的组件 开发需求 我们定义了一个 Knockout的组件 并且使用了该组件 在本节课即将结束的时候 给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 我们回到页面 我们这里看到 初始化的两个自定义组件 它的用户名都是Tom 那我们如何能做到 在初始化 这个自定义组件的时候 传入不同的用户名 希望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给大家一个提示 我们这里绑定 这个组件的时候 是可以写入Name 组件的名称 那这是一个 KeyValue的结构 也就是说后面 依然是可以写入其他参数的 提示就到这里 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好了 本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